南投縣議會召開第20屆的第二次定期會 在本次定期會議程中 縣議員縣明謀首先針對 先前日月談有設立游泳池的問題 在會中提出意見 必須要教育處多加重視 每一次的賽事裡面 我們日月談孕育出非常多的金牌選手 但是我們南投縣整體而言 尤其對教育方面 游泳這個項目 一向是被漠視的 南投縣對游泳的這個區塊 好像是一個沙漠地區 根據我個人的了解 沒有一所國中有一個很標準的 不要說標準 有一個游泳池 所以我會建議縣長說 在日月談水域上 來建立一個水上游泳池 過去曾經有過 但是之前的館有陰月廢時 因為在保養的時候 沖水賣下去 一個在那裡 氧氣館就掉了 我放在裡面再建 他貿然把那個游泳池給拆掉 譬如說我沒有做議員 我也不會想說我沒有做議員 也不用管那麼多 其實我覺得很痛心 那時候只有我做鄉上的時 請縣政府製作的一個水上游泳池 那麼當下呢我就請我們所有一字鄉的 國中國小的學生 做好保險 選好教練 做好救生的這個措施 來讓我們一字鄉的國中小 能夠借用日月潭的水上游泳池 來訓練我們所有的學生 管理游泳這個項目 每年日月潭都會辦理萬人勇度 以及日月潭公開水域錦標賽 對此 縣議員縣民謀也在會中表示關心 並希望可以在第三天增設比賽項目 所以我現在想說 同樣在我們辦理永度日月潭的同時 已經有開放水域的競賽活動 那麼我們每一次參加國際的賽事 得到金牌的 我們南投縣就是靠那個清廷 那個數量是相當可觀的 我們運輸出很多很多的選手 造就出很多的金牌選手 為我們獻 為我們中華民國來爭光 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利用 辦永度日月潭的同時 之前現在增加了一個 公開水域的競賽活動 那麼我們是不是第三天 可以來辦歷史法獎的活動 或者是清廷正式邀請國際的賽事 國際團隊來參與我們永度日月潭 順便辦的這個國際賽事 不是我們國內的清廷比賽也無妨 如果沒有那麼大型 我們信武團隊來研究看看 是不是 你利用法獎來比賽 我本來有構想就是我們回復 我們過去的那個獨木舟的方式 已經就證設備都變一變了 不用再利用這一次要花很多錢 那我們就現場的東西來舉辦活動 刺激我們這個觀光的市場 帶動人潮進來 我想這個資助我們去考慮的 因為現在民進黨政府 他出場了 路客動給他進來 服務業幾乎停擺 除了假日之外 星期一到星期五 門口羅雀 門口羅雀 所以我希望說館長 你年輕人 你也認真 你的訴求也很清晰 而且會有很好的idea 先議員也強調早期在日月潭 有建議做水上游泳池 廣受好評 後來因發生意外 拆除是相當可惜 因此希望宣服相關單位 可以審慎評估 重建的可能性 第一個 日月潭的水上游泳池 你功課有在做 有想要開發 如果沒有後面就不要跟你問了 人家早有做 可以很開心 做那個東南亞的那個 那個 東南亞的那個風場 看起來感覺很鬆快 減價要養一個游泳池 確實不容易 你要教一個國中 要編率預算養一個游泳池 減價會增加我們很多的負擔 但是日潭水域 現在兩岸都有這個污水處理場 日潭的水質非常的清淨 乾淨 所以現場請你回答 第一個我給你的功課 你做了沒有 答案是什麼 跟縣長報告了 在彭縣長的時候 他訓建的 在李縣長的時候 因為要清理那個下面的那個清胎 叫潛水孵下去潛水 因為那個氧氣管斷掉 否則那個清水清道夫 就在裡面死掉 不是在那個游泳池裡面 在外面死掉 李縣長因為這樣把那個游泳池給廢掉 那時候我們十五次當年做議員嘛 十六次我沒中了 十六次沒中沒議員 就說拆掉就拆掉 我看官長你會好你們去研究 之前可以 現在為什麼不可以 我想是溝通上的問題 你本身有沒有意義 要去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你看你的想法跟我的公法 已經有一個出入了 我本身的看法就是說 過去可以 希望縣長能夠建立一個 比過去更實用 更美觀的水上游泳池 縣議員也指出 南投縣游泳池的學校是相當稀少 希望縣府相關單位在考量法規後 應妥善利用天然資源 造福地方學生 這個水上游泳池 第一個 我們現在SUP這麼流行嘛 這麼風行嘛 可以在周邊限制水域 讓他們在那邊活動 一方面可以讓他們有固定的水域 二方面可以照顧他們的安全 統一做救生的活動 我說這個消防局長應該最痛 那麼從我們國民政府來到台灣之後 沒有人 在周沒有人必要更了解 電影公司更多人的關係了 我的意思不是要 藉重游泳池來培訓游泳選手 絕對不是 一方面就是讓SUP現在這麼風景 能夠有一個集中的活動的水域 二方面能夠讓我們魚之鄉 蘭鐸縣普遍國中以下都沒有游泳池 那麼天然的游泳池是最省錢的 設備之後就幾乎不用什麼水域 不用什麼電池 我們和樂而不為 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說要培訓游泳選手 要讓我們過去印象中 我曾經請教過教育處長 國小的這個課綱裡面好像有游泳的課程 是因為我們藍頭縣國中以下都沒有游泳池 包括藍頭縣 你們在營業的游泳池都很少 而且生意都不好 所以游泳的風氣我們一直都不好 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說要培訓游泳選手 那你泳池這壇那不是培訓游泳的選手 那是有的要創造劑咯 有的就是興趣 創虎牌那廟也都會想的 所以現在你好好考慮這個法規 當然我們要尊重法規 那麼過去可以做現在為什麼不能做 這個我一直對你的講話有點質疑啦 針對國土計畫相關問題 在那中現有許多農地都被化為國寶2 對此新議員憲民謀也在會中 希望縣府可以與中央來反映 第一點就是說 我們藍頭縣議會由縣長提案 所有全體的議員連署 建立中央國土計畫這個案子 我們延後執行有沒有下文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剛剛我們陳議員也有提到 我們縣政府之前有到 信力相機辦理這個說明會 聽到那一場我有去參加 而且我們縣政府邀請相關單位去練習 得到沒有任何的結果 沒有任何的答案 但是後來民進黨的立委又去開了一場 連縣政府都知道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他要開那場說明會 也沒有派相關的單位去做一個明確的答覆 在第一次我客氣來講啊 只要民進黨要開關 只要要開關這個問題 現在最好的時間 他們國會過半 他們如果要開關 現在他們沒辦法開關 等下就擺爛嘛 可以馬上立民立國的 為什麼不辦 這個影片看下來 我覺得 就算了 純粹來騙到的 針對道路工程問題 縣議員謝民文也指出 剛做好的道路竟然是掏工的情況 對此也在會中要求公務處多加重視 昨天講的是信義鄉有兩條的外環道路 是 你們已經啟動了 這個明德村的外環道路已經會堪了 但是同富村要通往東埔那個高架橋 還沒有下文 局局正的編程中心到台16縣 你一直以為你就沒在聽 你心境人的我就不再責辯你了 你要分擔縣長的這個辛勞 公務處長你發現這一張下面有哪個缺點 嚴重的是 剛做好就陸基掏空了 有看到嗎 剛做好陸基就空空 現在第一張來 這個呢 這個毛病在哪裡 我們奇怪也現在做了 你們做完工業的檢修 我車子開在哪裡 你看看如果從裡面出來 觀眾你看看你的美意會變壞 你發生車子來擔當 我們看這麼好的路 如果 這個四山比較壞 在裡面騎到出來 靠左邊走 那個路也不能靠右靠左 就一台夏天我走而已 如果車子沒關係 如果騎到車子從裡面出來 會絕對下邊下去 所以不在你身上 我希望你來就任之後 能夠好好要求你的首屬 包括我們的委外設計的公司 但是這樣做 你不是沒有副地聽我做 你明明聽我看我孫來 那不是這樣 你明明要製造讓人發生意外 你明明要製造讓人發生意外 你明明要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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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警察制法問題 現議員現民某也在會中提出看法 並需要警察局應多加檢討 為了一個問題就是說 警察局長是不是你為了要 把這個績效彰顯出來 要求你的首屬 一個派出所要繳多少 我們有這個情形嗎 大家記在這個派出所都要這樣 南老的管政府的事情 所以很短促 但是我們沒有靠那個規會來生活啦 所以希望局長 不要太要求你們的援軍 他們已經夠辛苦了 你們警察有的屋子到什麼程度 哪有一間餐廳 用餐廳 兩邊跟一人騎一個 這樣是不是對一間餐廳有意見嗎 是對你們沒有尊重嗎 還是要找來的人 沒有一個人的麻煩 真的你在用餐 你在外面 或者是他 剛才就在隔壁而已 現在你們取腳踏車 喝酒不是也有酒駕不是嗎 那就是全民 都傳統 你是照你們說起來 在你們的心目中 大家都是犯罪 警察局長 你們警察同仁很辛苦 已經苦辛苦了 希望你不要要求基層的 無省無致 也要這樣哭哭做 很多人家裡出去 要讓他們抓出來 你們的基層原理真的很辛苦 我們看到也覺得 要跟他們圍爐也沒什麼交 只好在這邊請求你 不要要求那麼嚴格 南投縣垃圾問題 堆積相當嚴重 目前也都是採外運的方式來進行 並由中央補足運費 對此 謝宇也在會中提出不同的看法 希望環保局可以多加關心 垃圾問題 你現在有沒有好的解決方式 還是每個鄉鎮幾天都要求好連天 由中央補助 或是我們自行來處理 政府是議題的 那個處理的費用 都是我們人民的納稅錢 中央行政體系 中央跟政府是一樣的 誰出都是一樣 問題是你從這裡運到台東去 聽說還有被打回票的 這樣是不是農費那個來回的運費 那你現在 比方說一公頓 館長你也參考看看 那個運費 來加在我們處理的費用 是不是能夠解決 讓私人公司來幫我們解決也可以啊 在本次定期會議程中 先議員先民謀監督先政衛名喉舌 並在會中提出許多建言 也希望幸福相關單位多加重視 盡速改善 民意喜歡 民意求便宜專題採訪報導 民意求便宜專題採訪報導 民意…